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着聊天真正的中国 今天咱们继续聊一聊恒大爆雷的事儿 恒大爆雷以后啊,我们做了一个视频 就是预测下一个爆雷的是哪家房企 当时预测的是融创将会倒下 但是时至今日啊,倒下的是叫家兆业 但是不过家兆业的体量还毕竟太小 盘子还是比较小 可能也就是恒大的十分之一吧 这么大的一个体量 比融创也小得多 所以它爆雷呢,这个冲击波啊,也小得多 实际在这过程中啊,那个花样年已经爆了 但是它没有引起什么多大的震动 因为它们毕竟体量小 昨天家兆业的这个理财爆雷以后啊 那么今天据说家兆业啊,也出了一个兑付方案 我们一起看一看家兆业的这个兑付方案是什么样子的 叫重磅,家兆业初步兑付方案出炉 你出售18个项目总货值818亿 这是,这应该是郭英成吧 818亿货值项目摆上台面 给家兆业时间长债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就当他说的是真的吧 11月5日,家兆业集团控股野心公司 家兆业资本投资集团野心公司 家兆业美好集团野心公司 家兆业健康集团控股野心公司 同时发布公告 于11月5日上午9时起 于港交所短暂停止买卖 我看了一下啊,这几个股票好像跌的都不成样子了 昨日上午,近千名理财产品投资人 前往家兆业寻求兑付方案 由于家兆业行政总裁麦芳 景恒财富主席万斌当时在现场的回答 并未取得投资人谅解 在投资人的强烈要求下 家兆业实控人郭英成通过音频连线现场 郭英成表示自己在医院 但请投资人相信家兆业有能力和办法还钱 请给予一定时间 在投资人的要求下 郭英成责承家兆业相关负责人拿出相关对付方案 当天下午十六时数 家兆业相关负责人公布了理财产品 本息金额以及具体对付方案 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啊 这个民营企业老板都喜欢玩这一招 遇到事了 紧急情况就是生病了 住院 哪个医院他也不告诉你 总之就是消失 不方便见面 按理这种产品啊 你要出来能稳定军心 坦诚相见嘛 坦坦坦坦坦嘛 但是他们一晚晚的采取什么呢 就是逃避现实 然后把自己的这个手下顶到前面去 那投资者肯定谈不好 因为你 你这个老板不在都拍不了板 你这个都是高级打工仔 其实拍不了板 说什么之后还回去跟老板善良 我以前有个老板 就是民营企业家 我以前的视频里也介绍过的 他就是这样的 一有事 立马就血压高了 要么就是什么什么 总之住院 突然他就消失了 住院了 然后就电话遥控 给他打电话 什么事你去一趟 那什么事 谁来闹事你去一趟 对吧 然后就是我这样的高管 左右左挡右挡 等到事情摆平了 风波下去了 他病也好了 出来了 就是这样的 所以民营企业老板都差不多 先保住自己安全是最重要的 这个郭老板到底是生病了 还是没有病 到底是因为又急 又内疚 这个这种导致了自己身体垮了 还是其他原因 还是根本就没有病 这个咱就不知道了 对吧 咱们继续玩玩看 据介绍 截止到11月4日 佳招业集团通过 紧衡财富募集的总本金 是119.13亿元 到期利息是8.75亿元 合计是127.88亿元 总之就是130亿都不到 本息合计 佳招业发布最新兑付方案 佳招业给出的 初步兑付方案如下 一 集团将以紧衡财富产品 到期时间为顺势 采取分期兑付的方式 陆续兑付本金和利息 二 投资者到期本金 到期单月兑付10% 之后每三个月兑付10% 直至兑付完毕 第三 投资者的利息 在产品到期后将不再济息 原程序期的利息 本金兑付完毕后 单月兑付25% 之后每三个月兑付5% 一年内兑付完毕 集团安排于每月20日集中兑付 无论1号到期还是31号到期的本金 以及投资者的收益 利息均于20日统一兑付 如日接假日提前 第五 若集团筹资情况良好 将随时提前履行兑付本金 及利息的义务 这个咱们看得很熟悉 就是恒大的对付方案的 其中之一 我感觉比恒大还没有诚意 恒大好歹还给了三个方案人的血 这个它只有一个方案 就是现金 你按它的搞法 你的本金三年能给你兑付完 利息一年 就是你以前纯不拿到四年 这四年里面房地产是啥情况 大家能算得到吗 这些民营房地产企业还在不在 能算到吗 所以它这个方案 可能部分人喜欢 为什么呢 因为它说你看只有现金 我就等着就行了 给我现金 就没有选择恐惧症 对不对 因为很多人选择难 你给它三个方案 它不好选 它又想要现金 又害怕现金拿不到 它又要房子 拿了房子 它也觉得还是拿现金好 总之来回摇摆 这样就非常难了 如果你给它一个方案 就是现金 它就很满意 一个不用选 第二个你现金 我也符合 所以它也被迫接受 实际上这种方案 没有很大的方案好 很大好歹 你可以拿房子 拿了房子之后 你也进入政府保护房子之内了 对吧 政府就是保交楼吗 那楼有你的一份啊 对吧 那像政府给你担保了 进入保险厢了 但是你要是等着现金 你能第一个10%拿到 因为你到期了 它不至于不给 第二个10%呢 就是三个月以后了 你说这企业能坚持到三个月以后吗 这都很难说 即便三个月坚持到了 你才拿20%啊 再来三个月 就是六个月以后了 那基本上就黄花菜都凉了 我们继续往下看啊 投资人还关心 加招业拿什么来还钱 加招业相关负责人介绍 筹资计划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就是说你钱从哪来啊 对吧 你如果你有钱的话 你不只是现金流断 你现在现金流断了嘛 那你就得 那你从哪来钱呢 我们看看他怎么来钱啊 第一个是 紧横财务产品 均由对应的地产资产 集团将加快回收 此类项目的销售回款 运用紧横财富产品 本金及利息的兑付 第二个 集团已着手处置重大资产 重大资产处置引来的资金 将作为紧横财富产品对付的补充资金来源 具体清单 闲见赋表 第三个是 集团在深圳的就改项目95个 总获值6,140亿 过立项的14个 获值是1,102亿 过专规的9个 获值是802亿 主体阶段一个 获值49亿 另有前期项目71个 获值4,188亿 以供地即将预售4个 获值163亿 这些项目无论是销售回款 或者是资产处置 尊可带来充足资金 它这三个 还款来源 简单点说 就是通过两种方式还款 一个就是 赶紧是销售 把这房子 卖给购房的人 把这项目卖给购房的人 还有一个什么呢 把这项目资产 整个处置给 其他的项目方 或者其他公司 现在听闻啊 这个华润之地啊 这些国企 已经在跟深圳政府在谈了 要接手这个 加招业的 在深圳的很多就改项目 加招业不是深圳的什么 就改之王吗 对吧 他手上拿了好多什么 深圳市的核心的 这么就改项目 现在这个国企啊 华润之地啊 其他企业都看上了 要去购买这些项目 这是一种方式 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 这个不是我掺摔加招业啊 事实就摆在这儿的 你通过销售啊 你是卖不出去的 你打折 打五折 除非你是现房 可以 你再打折 那有可能人来买 打大的 你要是欺房 我觉得基本上 不会有人来买了 你卖不出去 就像恒大呢 恒大欺房 十月份只卖了五个亿吗 那五个亿可能还是 失误对付的 你是卖不掉的 你现在一爆雷 你说正常卖房基本上没可能了 除非你是以完工的项目 啊 全部盖好的 加快销售 这个打折销售 那回来部分资金 然后呢 你收购的整体出售的项目 你这个项目处置 你那个钱啊 能把利息打平啊 那就很不错了 货值 你看那货值是六千亿四千亿 又是八百亿什么的 那货值 你现房都要打五折六折卖 你那个货值是真的没有完工的项目 什么有的是 还是一块地皮 还是立项 有的是盖了两层了 对吧 有的是干锅立项 你自己估算的它是值 什么八百亿 还是六千亿 都是你自己算的 你现在现房都要打五折的情况下 或者打六折的情况下 你这些什么货值 能值多少钱 对吧 你打三折四折 打完之后 你那个钱 你那每个货值 对应的都有银行贷款 对吧 都有抵押贷款 你把那贷款还完 你只要能回来多少现金 都很难了 但是这个战 我们局外人是搞不清的 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到底贷了多少款 到底值多少钱 所以说 这三个这个还款来源 貌似可以 但实际上操作起来很难 非常难 除非这三个月里面 国家又出台了什么新的政策 他能缓一口气 而且这个力度还在大 力度小了还不行 这个强行增案 要加大剂量 才有这个疗效 我们继续往下看 此外 加招业相关负责人表示 考虑在景恒或者加招业集团 开设专项账户 定期每周向投资者 用网银截屏的方式 公开账户信息 因为账户可能会被投资者查封 所以可以公布账户余额 但是不能公布账户的余额和账号 他这个意思啊 就是担心投资者查封他的账户 我觉得这个啊 担心是多余的 因为投资者肯定是要查封他账户的 就没必要再担心了 你的钱啊 你现在为止 你只能把你的钱藏在 跟加招业 什么景恒财富 无关的 没有直接关系的 这种企业的账户上面 才是安全的 法院查不到 委托人支付 你只能这么玩 否则你只要放在加招业 或者是景恒财富 反正你这个叫加招业系的 账户上面 法院都可以查诺 因为他已经爆雷了 爆雷了之后 其他的债权人 就有可能要做资产保全 不说了吗 就是我要起诉你加招业 你还钱 比如你欠我一个亿 那我就申请银行 把你一个亿的资金给你冻住 那对我来说呢 我只要去保险公司 开一张保函就行了 这张保函可能要几百万 一百万吧 可能是1%以内的点 就可以把你一个亿资金冻住 等到我们俩官司打赢了 我赢了 那这一个亿就划给我 输了 其他的债权人都会这么做的 导致加招业 下面的所有的银行账户 统统的都会被法院查封 他跟那个恒大不一样 恒大人家是 徐老板关系印 到了中央 他拿到了一个资源 这个资源就是 最高人民法院指定 恒大所有的案子 都有广州市中院来管辖 这个就救了恒大一命 要不恒大早就完蛋了 撑不到现在 那全国各地的法院早就上手了 开始互相一轮又一轮的查封 叫轮后查封 有的项目可能查十轮都有可能 就十个法院就把它查封了 一个罗一个 一个案子罗一个 叫轮后查封 加招业可能没这待遇 我昨天在视频里说过了 你深圳市政府协调不了 你只能协调深圳市的 当然了加招业的主要项目啊 都集中在深圳 我看了一下这个优势项目 城改项目啊都在深圳 所以深圳市政府比较着急 深圳市政府呢牵头 让这个什么华润之地啊 什么央企啊 来大把手 施救 他们就害怕这个城改项目啊 烂尾 烂尾了呢 他们责任就大了 而且加招业在全国其他地方 零零三散的也有项目 债权人可是全国的 他都会在本地法院起诉 你可能本地法院就可以去你那查封去了 跑到深圳去查封你资产去了 你深圳政府也协调不了 什么 比如北京的债权人 北京的这边官司打赢了 人家北京的法院 就直接去深圳去查封你项目去了 你说你深圳政府也协调不了 北京的法院 就给你查封 把你账户就冻结上 所以是很难办 很大的优势就在这 广州中院 所有的案子都到他那 然后广州中院呢 找理由 给你都拖住 不去查许老板 给许老板 给地方政府 一定的时间和那个托诺的空间 所以才能有时间啊 去把这个项目 还是盘活什么 邏輯八道 处置 加招业可能没有这个条件 我们接着看啊 卖房表示 上序对付方案只是建议稿 并非最终版本 直到晚上七点发稿前 现场还有部分代表在 加招业进行谈判 卖房在现场确认 过去一年 加招业在经营上确实遇到困难 之前一直坚持完成 对金融机构 合作方 财富产品的对付 不过从10月29日开始 加招业遭遇了阶段性的 难以为继 因此无法给投资者对付应有的本息 那这个说的是实话 而且不关加招业 其他的民营房子过得都很难 我现在听闻啊 叫什么某某园 也是全国排前级的房地产 工资已经发不出来了 他要爆雷 那就相当于恒大 又来一个恒大 这个雷真叫连环爆 所以说加招业 不是加招业一家遇到这个困难 所以他说的也是实情 有投资者在现场质疑 运入兑付理财产品的资金 是否被挪用去偿还 12月7日到期的 一笔4亿美元的优先票据 对此卖房否认 称财富产品的兑付 是加招业单前第一要务 一定会安排 专款运入兑付 这个不好说 我不敢肯定 因为你看恒大就是这样的吗 国内理财人钱他不给 政府找去一约谈 他把美元债的利息给还了 为什么 这外国人这个钱得先还 你不还 违约了那麻烦更大 政府饶不过你 那么加招业是不是也是这么考虑的呢 那我现在赶紧预留一部分钱 准备应付12月7号到期的这美元债 否则的话政府不饶不过 政府都逼着水家印 把房子抵押出去了 所以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因为你国内的投资者 理财投资者 你没脾气嘛 把你捏的死死 你向威权 那就抓你 老老实实等着 他只要态度上做到就行了 态度上对你们好一点 你就没办法 我们接着看 处置资产清单出炉 总货值818亿 11月3日 有景亨财富发行 加招业担保的多款理财产品出现兑付余期 不仅到期产品出现兑付余期 一些尚未到期的理财产品的投资者也收到了延期兑付的通知 一位投资人向经济观察网证实11月3日下午6点左右收到了 加招业相关方面延期兑付的理财产品的通知 该比理财产品原定于2022年1月兑付 加招业是地产美元债规模超过百亿美元的三家房企之一 以153亿美元规模紧随很大之后 哇那对了嘛 那他肯定要预留出钱出来兑付这个美元债的 这个政府肯定找他谈了 你看10月26号 发改委后国家外货局联合召集八家房地产企业 就美元债到期兑付资金准备 再融资等相关进行摸底及沟通 其中就包括驾照业 那不就对了吗 那这已经找他阅谈过了 10月26号月谈的他就抽钱去了 12月7号到期的这一笔你也把钱准备好啊 这个政府你看已经谈过了嘛 然后12月7日加招业将有一笔4亿美元的优先票据到期 10月14日加招业在 陈津为兑付的10月9日美元债利息等不识传闻时 曾表示计划提前输回部分 2021年12月7日到期的优先票据 这些数据咱就不看了 我们看这个付加招业你处置的资产清单 一共挑选深圳的18个项目 总货值818亿元 面积是144万方 对应银行融资是203亿元 你看数据就出来了 他这个他挑的18个项目 总货值是818亿元 这是总货值 然后呢 这18个项目对应的银行融资是203亿 我想他这个应该是本金加上利息呢估计应该是220亿 等于10%吧顶多了 银行的利息不会太高 220多亿 那你这818亿你处置完 你还先把这220多亿先还掉 剩下的钱 才能用在 理财上面 然后你这总货值 你还有供应商的钱呢 你把项目的卖的供应商的钱你不还 供应商不都传来起诉了吗 来保全了吗 对不对 所以说 他这所谓的处置项目回笼资金啊 都是个口号 其实回笼不了多少钱 他连现房卖 都货不了多少钱 他处置这个资产 他能回了多少钱吗 处置资产只能还原有的对应的贷款 和利息 如果处置的好 能多出一部分钱出来 来还你这理财人的钱 老板拒绝坦平 积极自救 还拒绝坦平 不想跟我学习啊 据悉 在加招业旗下 紧横财富出现逾期兑付之前 加招业内部就 自救已经开始了 咱不看了啊 2021年10月3日 加招业通过 抵押旗下物业公司 加招业美好 67.18股权 向中国山东高速 金融集团研究公司 以下简称 山高金融 融资不超过1.2亿美元 这是 67%的股权 抵押出去 换回来就是1.2亿美元的 贷款 那这个1.2亿美元贷款才 7个亿人民币吗 8个亿不到 而就在2021年 11月4日 加招业集团董事局主席 郭英成在于投资者的电话连线中也表示 加招业是负责任的企业 给加招业时间 有能力和办法 产还 这个我想 民营企业老板说的都是一样的吧 恒大 许老板也这么说 总体意思就是 我觉得我还可以再抢救一下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可惜 ICU病房里没有病床了 恒大都没弹进去 低个岛的都没弹进去 你加招业能弹得进去吗 从现在这个形势看 接下来民营房企 都在暴雷的路上 只是先后顺序 结果都要暴雷 除非说 年前或者是尽快出台一些 这个重大政策 否则这个民营房企 都是扛不住的 原因 我前面视频都说过了 你七房卖不掉 钱回不来 银行不敢给你贷款 再抽贷 买你房子的人 他很难办按揭 这还不是央行的政策 央行的政策 实际上想给你们放点水 这是金融机构 人家整体丑的 人家害怕了 购房者也害怕了 就是因为你暴雷了 买房的人也害怕了 那么接下来 加招业会走向哪里 这个哪家房企 将要暴雷 我们继续关注 好 今天节目就做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